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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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王旭坦 我是一个建筑设计师 我从11年到现在一直工作生活在上海 已经有十几年了吧 我的故乡在湖南省 双峰县此门桥镇常莱村 今年请你去看展啊 看那个展览 看那个展览 对 我们那个不是住院里面有展览吗 对 展览 回头有时间来看好不好 在大上海生活了十几年的建筑设计师王旭坦 要在家乡办一场艺术展 而地点就是全村人都熟悉的那个猪圈 对 就在那个我们家那个猪圈 你不要一起帮忙改了吗 猪圈里的艺术展 不是建筑设计师的一时兴起 而是王旭坦多年的夙愿 有的时候也会担心 它会不会产生价值 会不会充分地使用了它的功能 常莱村是湖南省中部的一个小乡村 全村只有两千多人 却先后走出了三百多名大学生 和十多名博士 是远见闻名的学霸村 这些走出去的年轻人 不仅成为家族的荣耀 还不遗余力地回馈家乡发展 为常莱村贡献力量 王旭坦也是其中之一 作为同济大学建筑设计专业的毕业生 他和村里很多走出去的人一样 拥有了广阔的职业平台 和大城市里的优渥生活 也和他们一样 离家越久 越是隔舍不断 那浓浓的乡愁 那可能从物质的环境来讲 我们的乡村已经变得很好了 但确实在文化的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的乡村相对来说 这一块的内容还是比较的匮乏的 渐年来 在乡村振兴号叫的推动下 常莱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农用机械开进了农田 替代人工劳作 水泥路替代了泥泞的土路 让小汽车开进了乡间 一栋栋精致的小楼拔地而起 村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人们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光 王旭潭想用自己的长处 丰富村民的精神世界 这个建筑实际上因为有很长的历史 它慢慢慢慢地倾斜 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于是趁着偶尔回乡探亲的机会 王旭潭时常会义务为村里的孩子们 开展美术教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受的一个持续性 做一个艺术空间 让孩子们能持续感受艺术的魅力 这在小乡村可绝对是个大胆的创新 而这个想法也和王旭潭自己的成长经历 密不可分 当年初到上海 来自乡村的王旭潭并不像城里的孩子那样充满自信 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独自看展 看各种形式 各种题材的艺术品展览 看展时 王旭潭总能沉浸其中 不同的艺术思想 不同的创作理念 凝结在一个个艺术作品里 欣赏它们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逐渐丰富了王旭潭的精神世界 也越来越让他找到了创作的信心 在后来对女儿的教育过程中 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艺术空间 对孩子有着超乎想象的感染力 艺术教育不是说要锻炼我们将来去掌握某一个生存的技能 但我认为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更好地去懂得艺术的一些观念 那我认为他可能会是一个精神世界更容易得到满足 或者一个精神世界更健康的一个人 说干就干 有了这个想法 王旭潭开始趁着每次回乡的有限时间 寻找他理想中的艺术空间 在他看来 要在村里找到一个适合做艺术空间的房子 并不是什么难事 在乡村应该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在我的记忆之中乡村有很多老房子 特别是一些砖头的老房子 非常的有记忆 第二呢就是其实乡村也有很多原来的一些工厂 这些工厂建筑呢普遍多体量比较大 它们内部的空间结构呢也非常的漂亮 实际上是非常适合做艺术的 他应该说的就是前面那两栋 刚那个陈书记把您电话和地址给我了 这个最大 这个最大 这个估计高度应该得有八米高吧至少 然而现实却给王旭潭泼了一盆冷水 我要是猪您的呢 猪那现实呢 我要你猪的话 你那个手边移的话 而且那个手边我经常要用的 真是太棒了 刚刚那个空间五六百多个平方 六七米高 然后里面都就是一个完全的大空间 然后墙面都非常的完整 又有天光 就感觉就像是一个天然的一个 它里面一直在用 然后有那么大的设备在用 非常非常可惜 张叔 王旭潭你好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不见不见 谢谢你 在王旭潭心目中 是一位天域者 可他万万没想到 在村里找这么个合适的房子 却并不容易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好嘞 好嘞 找了很久以后很说错 比如说有些房子呢 还可能是砖过得很漂亮 但是它已经很久没用了 年久失修 也有一些房子 它可能空间很适合 但是这个房子可能还在使用之中 直到有一天 王旭潭无意间走到了 自家猪圈旁边 然后呢回到家里呢 突然就看到 其实我们家的猪圈 就荒废在这里 这座荒废的猪圈 建于20世纪90年代 就在王旭潭家的老宅旁边 陪伴王旭潭长大 在自家荒废的猪圈里 走了很久 王旭潭豁然开朗 其实呢到了夏天的时候 整个墙上长满爬山火 其实也特别的漂亮 它的高度的话 可能最高的地方 有将近快6米呢 那这样的一个空间 可以非常的适应 不同的类型的展品 的一个展现 它可以不是单一的绘画 它可以用一些装置 在空中进行展示 也可以放一些比较大的 一些雕塑作品等等 猪圈长20米 宽也将近10米 总体面积有200多平方米 如果把它改造一下 定期在这里办办展览 或者组织一些交流体验活动 完全不是问题 还可以留出空间 给孩子们做手工 读绘本 王旭潭已经开始忍不住畅想 猪圈的华丽转身 畅想它成为艺术空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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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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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学业 去到自己想去的一个地方 荒废的猪圈 凝结着一家人辛劳的汗水 见证着兄妹三人的成长记忆 这种难以割舍的情节 也同样沉淀在王旭潭的心里 有没有一个两全的方案 既能留住家人的情感记忆 又能让艺术空间 按照自己的规划实现呢 对于改造猪圈的计划 家里最为反对的 就是王旭潭的父亲 然而父亲竟然首先改变想法 原因是王旭潭六岁的女儿 王旭潭的父亲已经年近70 虽说没有读过太多的书 却深知教育对农村的重要性 城市里面的小孩活不一样 南村里面的小孩还是要按半一点 每一个什么 每一个层次就给他们活的 都在这里就小家里面 然后就活得不累 小孙女性格开朗 自信大方 小小年纪就有着很强的自主能力 虽然他说不出来这是为什么 但他相信 这一定和儿子要开展的美育教育有关系 王旭潭赶紧抓住机会和父亲沟通 他说肯定有意念的 你看我们喜宝 他买的家人在上海都 要跑出那些车舞 大船 发花 他的细节真要出来 车到我们家老师 他说能处的小孩不跟我 那个小孩一样的 你把那个增长鼠整起来 他肯定有来的 其实 父亲的信任 还来源于王旭潭几年前 一次成功的尝试 2015年 王旭潭的父亲提出了 重修家宅的想法 身为建筑设计师的他 义不容辞 然而 当家人看到设计稿后 竟然没有一个人同意 房屋设计方案 不同意的什么呢 因为跟男子的那个 那个实际不一样啊 感觉到好稀奇一样的 那对这个房子啊 讲实际话 复杂的很 应该会发得多 那个是相当的一个主力 将他们孙的姊妹啊 孙的啊 也有一件 我的第一件事干大了 我给他说去家了 从地方的时候 做家上得很凶啊 一方面是充满先锋理念的建筑设计 一方面是传统农村 相对保守的思想 王旭潭会用什么办法 让家人同意他的方案呢 创新建行时 稍后继续 为了让家人同意 自己的房屋设计方案 建筑设计师王旭潭 极力向家人讲述 自己的设计理念 向他们一遍遍描述 家宅未来的模样 看着儿子的执着 父亲最终选择了支持 放手让王旭潭去尝试 最好还是源自于 他对儿子的爱吧 我觉得他是对于我的 一种梦想能够实现的一种 反馈到他的身上的一种满足 他觉得能够用他的双手 实现我的梦想 得到父亲支持的王旭潭 把家宅修建成什么样子了呢 而这次在乡村建一个艺术馆 王旭潭又会有哪些奇思妙想 用来改造破旧的猪圈 艺术馆又会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呢 创新建行时 下集继续为您揭秘